就是什麼 紓壓管啦 不然就是什麼 養身休閒管 這些管裡面有沒有 常常都是會有那種 一個女生或一個男生躺在那裡 然後就 後面有一雙手 有沒有 再給你呼呼 那個人快睡著了 那種感覺就會怎樣 很讓你覺得 我想要到那裡晃輕鬆 真的是這樣喔 尤其現在壓力好大好大 你會發現 這樣子的一個這種趨勢 越來越受到大家重視之外 我們也考慮到 其實現代人真的 好像要有個動作喔 是什麼動作呢 叫做按一按會更好 今天呢 我們身邊邀請到這位專家 聽說他30年來 都動手 動他的手 然後呢 來服務很多的人 先來歡迎我們的 陳碧雄 陳老師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碧雄老師 哇 看您的這個年資 真的就要肅然起敬了 不敢當 已經入行快30年了 沒錯 然後 聽說被您修理 處理過的 有超過一萬人 大約啦 大約是一萬人左右 那當然目前呢 也是我們足部反社區 健康協會 第八屆理事長 現任的顧問 然後呢 也從事了很多這方面的一些教學 沒錯 這個工作 我是從民國72年就踏入這樣的一個行業 72年 到現在29年多了 那剛開始本來其實也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動念啦 就是說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來做 結果沒有想到是因為踏入這個行業以後 發現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幫人家做服務之後 很多人會告訴你說 我因為你這樣的一個操作的一個動作以後 我身體得到健康 然後因此呢 你會給自己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成就感 也就因此呢 我就投入這個行業一直到現在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歲月 而且絕對是會留下痕跡的 是是是 這個痕跡就在你的手上 我剛才說你就是動手啦 一定是當趣味 好 我們看一下老師的手好不好 尤其老師的手 比較特別 來我們給這個鏡頭拍一下 老師你的手這邊是怎麼了 這個是因為我在做腳底按摩的時候呢 常常用到這個區塊的 關節的地方來做實力的動作 所以因此這個地方 就會長出一個這樣的一個肉球出來 都會鑑爛對不對 而且兩隻手都有 兩隻手都有 兩隻手這個是左手嘛 對不對 這是右手 這是右手 然後這是左手 是是是 你們在做這樣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要雙手並用 對 當然是雙手並用 沒有說只用哪一隻手 很大部分我們在做教學的時候 很多學院他們在學的時候 他們都會告訴我說 我的右手比較聰明 所以他一直在使用右手 但是我跟學院講 如果你在職場上 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你單靠一隻右手的話 你的右手會很累 反而是你的左手會變得很輕鬆 所以我們在訓練的過程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是先 讓學生先從左手開始訓練 因為大部分人都 覺得自己的右手比較聰明 對 因為那一般的概念裡頭都說 右手這是我們比較常用的嘛 沒錯 當然也有人也是說賣手要怪 像我是硬被我媽媽改的 但是我其實有很多像 我縫線啊 縫針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用左手 那是媽媽看不到的時候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 他對他左右手的靈活運用度 不太一樣 可是在這樣子的一個工作環境裡頭 不好意思 兩隻手都要很厲害 對 而且我看到其實您的大拇指 好像也特別的勇竟對不對 因為大拇指 經常在幫人家做推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大拇指 也長得比以前 還沒有做這個行業以前的 所以要來的粗大一些 這個大拇指 真的讓我們看起來 再比一下好不好 這個大拇指 你會發現真的是很厲害 不過其實剛才我有提到 現在真的除了那個便利商店 這個是好像我們經常會看到之外 好像這種休閒養身管 也開始變得到處淋利 為什麼 基本上我們在看待這個行業 在台灣發展的過程 我一開始是先投入做 腳底按摩這個行業 那後來大約在十年前左右的時候 腳底按摩這個區塊慢慢會衍生 包括身體的那個推拿 指壓這個手法 也把它融入在一起 那會產生這樣的一個事業出來 在整個大台灣省裡面 到處都是 就是社會這種情形 是因為時下 我們的社會的進步 很多人承受 每天承受很大的一個壓力 那除了說腦部的壓力以外 身體的疲累 因為電腦的一個普遍性的使用 所以身體不管是肩膀 或者是我們的脖子 或者是我們腰部的地方 那個痠痛的現象 自然會因應而生 所以也是因此有痠痛 也有腦部的一些疲勞的一個現象 因此這個行業 就慢慢就普及到整個大台灣省這樣 對 所以有很多人說 我要請這些專業的師傅 或者是老師 來讓我可以減輕我的一些壓力 沒錯 但是呢我相信今天我們把這個 陳老師邀請到現場來 其實就要請您告訴大家 沒錯 有的時候呢不一定要靠別人 沒錯 靠自己是很好的 對不對 那所以呢今天呢 待會老師今天聽說要從頭到腳 是 教大家怎麼樣的按一按 沒錯 按幾個地方聽說呢 這透過一些 這個小小的動作 確實一個怎麼樣大大的關鍵 沒錯 可以讓我們尤其像現在你說 經常看打電腦啦 或者是說 長時間的坐在電視機前面 這個其實有的時候 都會比較傷眼力的部分 那我們怎麼樣來做一些改善 甚至有的人 哇 奇怪 怎麼都沒有出門 奇怪也是這樣 變鼻子 頭痛 還有呢現在天氣開始變化了 我們常常覺得說 哇 這個關節 腳的膝關節 痠痛 痠痛 這個也不是說 薄薄都去找醫生啊 有沒有一些 自己可以舒緩的一些方法 當然有 有齁 所以今天等一下我們下一段節目 今天還請了一個帥哥 要來當老師的怎麼樣 馬鬥 老師呢會告訴大家 其實在家裡面 家人也可以做一些互動 然後呢自己也可以來幫助自己 做DIY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我們樂活ING 樂活就在當下好不好 怎麼樣來讓自己呢 活得更快樂 活得更自在 待會跟你分享 我們稍後回到 演技嘉賓展 你們久等了 車內影音第一品牌 菲萊遜 推出高畫質行車記錄器 忠實還原完整紀錄 天天保障您的權益 民視採訪車隊指定安裝 菲萊遜高畫質行車記錄器 特在上市 L-PGA名人訪 你好 我的名字是傑欣 我期待會見你 第一次L-PGA台灣獎勵 謝謝 好 哇 這個身體真的是太奧妙了對不對 沒錯 尤其剛才我們看到 這個18童人啊 才發現其實這身上 真的人類對這種就是 尤其是在這個穴道的一些部分來講 是 他掌握了很多很多健康的關鍵 對不對 沒錯 這個針灸通能是這樣的 這個有關針灸這方面的一個理論 早在我們中國4500多年前 就已經有這樣方面的文獻的記載 一直沿用到現在 那經過這麼長時間的一個經驗的累積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科學的一個方法 透過這些穴位的一個刺激 它可以改善身體很多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形 嗯 那當然其實我們今天還是談到的就是 我覺得很多的部分 病痛還是要交給醫生 當然 然後呢其實 在這個紓壓的部分 當然有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請一些專家來幫我們處理 可是我覺得 保健還是要自己來 一定要靠自己 保養健康的概念 其實它是時時刻刻我們自己做得到的 我們動手一下 我們按一按就會更好 沒錯 其實今天有專家來提點我們一下呢 其實你會發現 真的剛才我一直在講 小小的動作 其實它可能就可以馬上舒緩你一些不舒服的一個現象 對不對 其實這個也等於是在帶動身體的一些運動 沒錯 只是說很多人說 運動一定是去走路啦 游泳啦 爬山 那個是大運動 其實我們可以做小運動 沒錯 對不對 老師我這樣有厲害嗎 真厲害 這個學生還可以收啦 非常的優秀 好 今天我想我們從頭到腳來幫大家解決一些現代人比較碰到的一些難題 當然我們身邊也有一個model 今天這個帥哥就要來當老師的左右手 是 他等於是我們最好的一個示範的焦點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請老師來跟他做一個這個動作 好 我們請這個model坐下來之後 我們今天聽說就是從頭開始搞定 對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部位的話 第一個我們是從頭部的地方介紹 那頭部的地方 基本上我們會講四個很重要的一個穴位 是 那這些穴位呢平常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自我操作的話 可以達到一定的相當好的一個效果 那這四個穴位 第一個穴位我們要講的地方 就是我們眼睛周圍的一個穴位 這個穴位 在我們整個眼睛的一些周圍的地方 穴位非常的多 但是其中有一個穴位它是非常非常好用 這個穴位呢 就是在我們的眼睛的內隻腳的位置的地方 然後它是在我們的上穴補的最內側端的地方 是 這個位置呢我們稱它叫做精明穴 精明穴 對 那精明穴是我們足太陽膀胱筋上的一個 起點的一個穴位 非常重要 這個穴位呢它之所以叫做精明 是因為如果你常常去按壓這個地方 對 會很容易讓你眼睛的一些疲勞的一些因素 很快速的消除掉 好 所以是不是就是在老師幫我們 在這個model的這邊來做一個 這個位置的地方是在我們眼睛的上眼穴鼓的內側端 最靠邊邊的位置的地方 它是在穴鼓下 它是在穴鼓下的地方 所以等於就是在這邊對不對 這邊的這個位置 沒錯 這邊 對 那這個位置要按壓的時候呢 必須要朝內朝上按 是 油內往上按 這樣推上去 那推上去的感覺被按的人 它會有一種很痠痠的感覺 而且是很強烈的痠痛的感覺 痠痛的感覺 對… 但是老師說有的時候我們一下子啊 自己要抓這個東西 你要這樣子按會比較吃力 對 聽說老師說有一個方法 一個方法 懶人DIY 非常簡單的一個方法 非常簡單 我示範一下給各位看 好 來 那這個方法的操作很簡單喔 就是我們在家裡面 不管你是坐在沙發上 或坐在椅子上 對 把兩隻腳平放著以後呢 平放 要有點開開喔 稍微張開一下 稍微張開一點 稍微張開 大概一肩同寬的一個角度 然後我們兩隻手的手指關節呢 就壓在我們的肩關節的上頭的地方 這樣放著 然後把你兩隻手的大拇指的 指腹前沿的地方 是 就放在我們筋鳴穴的位置的地方 放著以後呢 你的頭自然下垂 嗯 利用你的頭自然下垂的時候呢 就你的手指頭 就不需要用太多的力量 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定相當好的一個效果 那這樣子要頂多久呢 這個位置 我一般建議喔 這樣的一個動作在做的時候呢 最少要兩分鐘 老師我這樣對嗎 沒錯 這樣是對的 這樣很舒服耶 會有一點酸酸舒服的 而且很輕鬆 對 那這樣的動作有什麼好處呢 一般如果我們像枝下社會 現在用電腦的頻率很高 那很多時候我們用電腦用多的時候呢 眼睛就很容易有疲累的感覺 對 所以當你如果覺得眼睛非常疲累的時候呢 你不妨把眼睛閉起來 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是 讓它持續兩分鐘 當這兩分鐘過完以後 你張開眼睛看一下 你會發現眼前會一片光明 會非常的舒服 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再請model再示範一次好不好 來 model你再示範一下 老師剛才教的那個位置 好 來 再示範一次囉 兩隻手大拇指放在我們筋鳴穴的地方 然後頭自然下垂 那利用自然下垂的力量 就可以施壓到我們的筋鳴穴的位置的地方 是 好 所以呢 其實短短的兩分鐘 對不對 它就可以怎麼樣 我剛才真的覺得 這邊稍微一刺激以下之後 就覺得 不管是整個這個眼力啦 或精神的感覺 我現在沒有精神了 覺得眼睛很澀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非常的好 非常好 不過老師其實剛才我們 已經先跳過了一個動作 就是 除了我們現在開始要按摩之前 其實按摩的時候 那個力道有沒有 到底是要重還是要輕 然後到底有沒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呢 一般自我在操作的話 對 可能不太會像我們去 一般的那種養生館 去給大家按的時候 那個師傅 專業人員他幫你在操作的時候 用的力量會那麼大 對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家裡面 自我在操作的時候 一個條件 你必須要按到 它有四度的一個痠痛的感覺 才有那個效果在 所以有一點痠痛 所以剛才我們也會覺得 在那個眼睛 雖然只是手這樣子擺 它確實也有感覺到 是有一點點痠痠痛痛的 那我們接下來 除了眼睛的這個部分之外 還可以示範哪裡呢 第二個地方我們要講的是